晚上九点 无论你身在哪里 来场与文学的空中邂逅 杨兆谈书 姚宁一同遨游文学世界 认识古今中外的经典之作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杨兆谈书 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 为大家播出 我是杨兆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要为大家介绍一本科学普及的读物 这本书叫做迷音 这是基因与迷音共谋的人类性质与文化演化史 这本书的作者是Susan Blackmore 这本书的英文本其实是在1998年就已经出版了 所以在讲到迷音的理论的时候 这本书有了二十几年的历史 我今天回头看这本书对于到底什么叫做迷音 以及迷音如何解释人类的行为 还是有非常重要的一些奠基的作用 所以如果大家仍然不知道迷音是什么 当听到别人在讲迷音的时候 你有很多的困惑的时候 那这本书应该是可以值得你来注意来阅读的 这本书从很根本的立场告诉我们 什么叫做迷音 先不要讲到Darkins的理论 先说包括Darkins的理论到底怎么来的呢 在书里面Susan Blackmore作者她直接这样说 这本书的理论是让人类与众不同的是模仿的能力 当然人跟动物之间到底有些什么样的差别 这是一个非常漫长 而且从各种不同的角度被探索过的一个问题 提出了很多不同的答案 那这本书以及它要处理的迷音的理论 最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凸显人类的模仿的能力 人类很自然就是会模仿 在小婴儿面前坐下扎眼挥手 或者是发出咕咕的声音 甚至只是对她微笑 那会发生什么样的结果呢 通常她也会对你扎眼挥手或者是抱一微笑 这些事情即使是婴孩 也就意味着没有太多心智的能力 也就是意味着不太需要动用 什么样的心智的能力都能够做得到 我们总是在互相模仿 像是看这件事情 做起来毫不费力 简单到让人简直没有办法去思考 我们自然不会认为这是什么聪明厉害的事情 但是这其实非常非常关键 因为这些动作 其他动物未必天生就会 你若对你的狗或者对你的猫 扎扎眼挥挥手 或者是微笑 同样的 那会发生什么事 他们可能对你抱一呼噜呼噜的声音 这是猫 或者呢 他会跟你摇尾巴 这是狗 或者呢 抖一抖 还是就直接的走开 但是你可以确定的一件事情 不会因为他们看到你在做什么样的动作 他们就模仿你 你可以借由循序渐进的奖赏 来教猫 甚至去教一只老鼠 用简洁的动作来跟你要食物 但你没有办法经由亲自示范来传授 或者是由另外一只猫或老鼠来示范 这就是模仿上面的巨大的差别 多年来对于动物模仿的研究 让我们知道 模仿的情况在动物界非常非常的少见 那我们可以直接的这样说 人类可以不被摧灰之力 就模仿 因此就让我们忽略了这个简单的事实 模仿让人类变得与众不同 当你模仿别人 就是你传递了某一种东西 这是我们了解 什么叫做迷因最关键的一个观念 这个某一种东西还可以继续传递再传递 于是就好像他有了自己的生命 我们可以称这样东西是一个想法 一道指令 一种行为 一段讯息 那因为有各种不同的性质 但是他们具备有共同的倾向 那就是会经由模仿 传递到不一样的人的身上 甚至说在这个人的身上被固定下来 因而我们就把所有的这些东西 它可能是一个想法 一道指令 一种行为 一段讯息 如果它可以借由模仿 一直不断的传递 甚至就停留在一个人的身体里面 我们就把称之为叫做命 也就是迷因 命名来自于Richard Dawkins Richard Dawkins 他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生物学家 演化生物学家 但他另外一个重大的成就 是他不只是自己研究演化生物学 而且他把演化生物学普及 让更多的读者能够了解 能够知道 所以如果大家过去没有读过 Richard Dawkins的书 这个时候也顺便跟大家介绍 他的重要的畅销书 就是自私的基因 在这本书里面 他推广了这个目前 越来越具有影响力的迷因的观点 他认为演化是了解 基因竞争最好的观点 20世纪初期 生物家畅谈演化的发生 是叫做为了物种的利益 并为烦恼演化的确切机制为何 但是到了1960年代 生物学家 演化生物学家 开始意识到这个观点 蕴含的严重的问题 举例来说 如果一群生物都依照自己群体的利益来行动 那么群体当中 只要有单一的个体违背这样的原则 很轻易的他就变成了 我们称之为叫做freerider 大家都共同为了群体的利益在努力 这个人他什么都不需要做 他只要违背跟别人不一样 他就变成了免费的搭载者 他就可以利用别人 基于群体利益的行动得到好处 也就是他就轻易的可以利用其他的成员 于是这个人就产生更多 不为群体利益着想的后代 那长期以来 群体的利益就会丧失 以更现代的基因的眼光来看 演化或者看似是以个体的利益 或者是物种的利益为目标在运作 但其实一切更根本的层次 都是基因之间的竞争在驱动 这是新的观点 在60年代慢慢的浮现 到了Richard Dawkins 他在1976年 出版自私的经营的时候 有了初步的整理 已经成熟了 这个新的观点对演化提供了更有力的理解 并且成为所谓的自私基因的理论 在这样的脉络底下 首先我们从科学的角度 一定要弄清楚什么是selfish 什么是自私 这并不是说基因有思想有考量 他会去考量什么是他最大的利益 而且他只考量他自己最大的利益 这叫做自私 不是的 而是说意味着基因只为自身行动 基因唯一的利益就在于他能够复制 基因想要唯一会做的就是被传递到下一代 当然基因跟人不一样 他不会想 他没有目的 他没有意图 基因有的只是可以复制的化学指令 所以当我们说他想要或者是他自私 这是用拟人简略的方式来表达 这种表达方式要不产生误解 首先你要记得 基因要传递到下一代的只有两种结果 基因要么成功的复制到下一代 要么不成功 不成功的基因就消失了 所以为什么基因一定是自私的 因为会留下来的基因都是后来成功的复制到下一代 那他既然已经成功复制到下一代 有这意味着他找到一种方式 让他可以在生物的个体里面发挥作用 所以我们说基因想要什么 这样的一种简略的说法 都应该要解释成为 有了什么样的因素 或者进行什么样的活动 这种基因比较有可能 更有可能可以传递下去 那基因的自私就在于 他就是要复制 如果不能复制 他就消失了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Darkins他就提到了 Rapicab 在提出这个理论的同时 Darkins他创造了几个观念 一个是Rapicator 另外一个是Vehicle 这两者之间有重大的差别 会进行复制的都是Rapicator 在这里书里面把翻译叫做复制词 那包括了积极的复制词 它的本词会影响再次再被复制的机会 那Vehicle这里把它翻译叫做载子 则是跟环境发生交互作用的实体 然后呢 载子或者是交互作用子 携带着复制子到处跑 并且加以保护 原始的Rapicator 它应该是在一个我们称之为 回到那个生物起源最原始的时候 那是一锅原汤 在原汤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化学的成分 这些化学的成分在随机的撞击的情况底下 开始产生了可以自我复制的分子 这是生命的起源 不过到了今天 我们最熟悉 我们用来理解所有生物现象的基础的单位 变成了DNA DNA的Vehicle 它的载子是生物 而生存在大海空气森林 或者是平原当中的一群一群的生物 它们彼此会交互作用 那基因 它就只是为了要能够继续复制 但是就驱动了地球生物世界的所有的原化 不过关键的这件事情 在自私的基因 尤其到了后半本的时候 Darkins 他提到了另外一件事情 那就是基因管控 或者是基因可以解释 所有的人类以外其他生物如何演化 为什么特别讲人类以外 那就是因为在人类的演化当中 还有别的因素在作用 那除了基因 除了DNA之外 除了这些化学元素之外 存在这个地球的生物之间 有没有别的replicator 这是在1976年的这本经典的书类当中 Darkins 他结束他全书 他要问的一个关键的问题 而且在这本书 他特别放在最后 因为他知道 会在演化生物学界 普遍的生物学界 甚至在整个社会读者当中 引起很大的争论 所以他把它放到最后 他提出了这样他自己的看法 他说这里是有新的不一样的replicator存在 我们应该要为这个新的replicator命名 这个命名呢 这个新的名词要能够传达 文化传递单位 也就是模仿的单位的这个概念 所以他从希腊的my mean 这个字 他就把它拿过来用 然后呢 把它简化 简化了之后就产生了一个非常有趣 而且非常有效的对应的作用 他把my mean 就把它简化成为me 然后呢 他在发音上面 在拼词上都很接近 jean 所以就把影响推动人类演化的因素 在这本书里面 从原来的基因 jean 把它变成双重的 是jean and mean 这就是我们今天 经常所听到的mean 迷因 这个观念 这个名词的来源 休息会儿 我们后来继续聊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让你的心情嗨起来 大家好 我是陈其真 天天陪伴你 天天用心听 听见台北的声音 幸福永远属于你 在北广播电台 感谢你继续收听 扬照台书 本节目于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到星期五晚上9点 回到播出到9点半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本书 是 Zusen Blackwell 他所写的The Mean Machine 中文翻译的书名 非常的简单 就是民音 从1976年 Darkins提出了 mean这个观念 就是在告诉我们 我们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们过什么样的生活 除了我们身上的基因 当然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但除此之外 另外有迷因的力量 这是人跟其他动物 非常不一样的地方 大部分的动物 都是受到基因的管控 基因决定了它的本能 它用它的本能 来回应这个环境 可是人类 除了受到基因影响之外 另外有迷因 迷因是什么呢 迷因是包括 取调啦 想法啦 流行用语啦 时尚啦 以及制作锅子 或者是拱门的技术 提这些东西干什么 这些东西都会被模仿 所以当你模仿的时候 也就意味着 好像这些东西 从一个大脑 跳到另外一个大脑 然后呢 持续的往外流行 跟传播 甚至宗教 就是具有非常高度的复制 像基因一样 可以一代又一代 在不同的个体里面 复制的这种迷因群 以一神信仰 或者是来生的信念 来感染社会的整体 有例如说 服装啦 饮食的 fashion 时尚 还有呢 仪式啦 风俗啦 以及包括科技的流行 这都是从人与人之间 透过模仿 我们看到 别人用了智慧型手机 接下来 我们就会把我们自己的 老旧型的手机 称之为叫做 downphone 原来用的好好的 这样的一个行为 这个时候就被改变了 你就再也受不了 你手里面的旧式的手机 downphone 你一定要去换一只 smartphone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使用smartphone 就变成了一种 大家模仿的行为 这种大家模仿的行为 就在众多人当中 不断的复制 不断的复制 变成了流行 这种流行决定了 改变了你的行为 就像基因会改变你的行为一样 迷因也会改变你的行为 Darkins的观念 就在指出 人类的生命 是彻底被迷因影响渗透的 你从其他人模仿而来的 任何的事物 都是归类在 迷因的范围里面 不过呢 接着在书里面 Susan Blackmore 她要特别厘清 模仿这个词 但我们再讲 Imitate 这个Imitate 指的是什么 因为对于迷因学的整体理解 都有来于此 Darkins说 迷因经由某一个过程 从一个大脑 跳到另外一个大脑 这个过程就广义来说 我们可以称之为叫做 模仿 那举例来说 如果朋友跟你说的一个故事 你记得这个故事的梗概 所以你就把这个故事 转述给另外一个人 这个过程就是模仿 你并没有精确的去模仿朋友 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的每一个动作 跟每一个词 每一个句子 但是其中有某种东西 这就是故事的核心 或者是故事的梗概 却从说故事的人身上 复制到你的身上 然后再更进一步 可能就复制到 听你讲故事的人身上 这就是广义模仿的意义 那这个模仿一定就涉及到 当我们这样讲模仿的时候 它就一定涉及到 复制了某一种东西 从人传递到人的东西 都算是me 包括了你会用的字跟词 包括你所使用的语句 包括有一些流行语 包括你所知道的故事 还有你从别人那里 所学来的技能跟习性 你原来不会打麻将 你现在会打麻将 就表示 麻将的这个迷因 就从别人的身上 跟你一起教你 怎么玩麻将的人身上 传到了你的身上 还有包括你所遵行的规则 这也就是非常非常巨大的 迷因的力量 当你上了路 就一定会靠右走 会靠右开车 当你吃咖喱的时候 你就会想要配啤酒 或者是吃披萨的时候 你就觉得应该要搭配可乐 然后你突然之间在无意识底下 脑袋里面影响到你的嘴里 开始哼某一首歌的旋律 这都是迷因在作用 每个迷因会用它独特的方式 在它独特的历史当中演化 而每个迷因也都藉由你的行为 才能够继续复制下去 因为如果它对你没有影响 你不会模仿这个行为 你就不可能把这个迷因感染 运用到别人的身上 然后这里有一个非常非常有趣 大家都相关的例子 例如说 生日快乐歌 我们每个人都唱同样的生日快乐歌 不只是我们 全世界几亿人都知道这个旋律 那甚至当我在说生日快乐歌的时候 我相信许许多多的听众 你的脑袋里虽然你耳朵里继续听我在讲话 你脑袋里就开始受到干扰 因为寄宿在你的身体里面的这个迷因 就是生日快乐歌 这个时候就被我发动了 你的脑袋里开始出现了这个旋律 你根本不需要刻意的去想 你的脑袋里的记忆就开始翻 把这个生日快乐歌找了出来 这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这很简单 但是也完全无法逃避 任何一个人 你脑袋里面的生日快乐歌 都是模仿来的 你绝对不可能是自己去创造出 这条旋律出来的 那某一种事物 某一个资讯 某一个指令 就寄宿在我们的脑袋里面 而且这个迷因呢 还可以彼此互相结合 例如说当想到生日快乐歌的时候 我们就觉得 不能够光是唱生日快乐歌 一定要有蛋糕 蛋糕上面必须要有蜡烛 然后呢 必须要不是一个人在唱生日快乐歌 一个人在唱生日快乐歌 有意义吗 对我们来讲就变得没有意义 因为这是一个迷因的力量 告诉你生日快乐歌要好几个人 大家聚在一起唱 这叫做过生日的一种仪式 我们从模仿当中 进而进入到我们的身体里 它就寄宿在我们的身体里 任何时候 我们想要过生日 我们就会用这种方式来过 这就是非常非常典型的一种迷因 迷因它会无差别的四处传播 所谓叫无差别 意味着迷因没有说它是有用的才会传播 或者它有用才会传播的比较广 在迷因的传播当中 它没有有用中性还是有害的 就跟基因的传播也是一样 基因的传播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 它能不能在这个环境当中得到复制 迷因也是如此 一个精彩的科学的想法 或者是科技上的发明 会因为有用而散播开来 之前过年的时候 大家一直不断的听到 那个新年好的新年音乐 它会用这种方式散播出来 因为乐曲非常的简单 很好记 那这种曲子严格来说 没有什么用处 你能说新年歌有什么用处吗 但是呢 它就会引起你的注意 引起你的注意之后 你就开始哼 大家都在哼 所以过年的时候 到处都是这种新年的音乐 那有一些迷因 它会造成伤害 但它还是会传播 例如说老鼠会 例如说翻新的诈骗的手法 例如说无效的减肥餐 还有一些危险的药物治疗 明英并不在乎结果好坏 跟基因一样的自私 再说一次 这种自私表示 它只管到底能不能继续复制 继续传下去 当然这也不是它有意识 而是它能够传播 它就可以在更多的人身上 找到记住 它能够复制 才能够找到更多的宿主 它才能够继续传流下去 传播下去 因此用在基因的简略的说法 也可以用在迷因身上 我们可以说迷因自食 说迷因冷漠 说他们想要把自己传播出去等等 但我们要表达的是 那些得以复制并且散播出去的 才是成功的迷因 相对的有一些不成功的迷因 不成功的迷因 也就意味着 希望被复制 你想要感染别人 希望别人愿意模仿 比如说你写一首歌 你希望这首歌有人唱 唱了之后别人听了 也会想要唱 这样叫做成功的歌曲 成功的流行歌曲 但它流行起来 它就是成功的迷因 因为它就可能进入到了 20万人 30万人的身体里 但是有很多很多失败的迷因 做了一首歌 自己唱了 唱完了之后 连你自己都不记得这个歌了 那这就是彻底失败的迷因 失败的迷因就消失了 那这首歌会对别人产生什么样的作用 在被记得 被模仿 被传播的过程当中 这个歌是没有这种考量的 这就是相对于基因而来的迷因的观念 那迷因跟基因一样 重点就在于它能不能复持 能不能保存下来 我接下来在书里 有一个非常有趣简单的故事 来说明迷因如何演化 以及迷因如何影响 在迷因演化当中的人的行为 好了 这是一个叫做 维波炉当中的贵宾犬的故事 这个故事呢 是由一个美国的太太 他习惯帮他的贵宾狗洗澡之后呢 把他放进到烤箱里去烤干 那就用低温把贵宾狗慢慢的烤干 那有一天呢 他买了一台全新的维波炉 所以他就把他的贵宾狗 在洗过澡之后 也放进到维波炉里面去 结果呢 这只狗 你可以想见发生什么事 他就惨遭折磨而死了 所以这位太太呢 养贵宾狗的太太 他就去告制造商 因为他告什么呢 他说产品上 并没有附上勤勿把你的贵宾狗 放入维波炉烘干的机遇 结果呢 他胜诉了 这个故事广为流传 几百万的英国人都听说过 但是他们听到的故事版本 可能是维波炉里面的猫 或者是维波炉当中的吉娃娃 这个故事也许在美国 也流传了几个类似的版本 故事里的这个太太 也许来自纽约 也许来自于Kansas 这叫做都市神话的范例 也就意味着故事 离开了原来的基础 离开了原来的事实 真相价值或重要性等等的问题 这个故事拥有了自身的生命 这个故事也许不是真的 但真相从来都不是 迷因成功的必要的判准 因为迷因 关键就是传出去 所以这个故事真相当中 被折磨而死的是贵宾犬 可是后来 在成为一个迷因当中 贵宾犬不重要了 重要是 这个故事的荒谬性 这个故事的荒谬性 让它取得了自身的生命 这就是迷因 广大而且无所不在 影响我们的行为 改变我们的思想 决定我们成为一个 什么样的人 巨大的力量 大家觉得你真的可以不了解 迷因的力量吗 如果你想要了解迷因是什么 以及知道迷因可能如何 影响你甚至控制你 请来读这本书 这是苏珊·布拉克摩 她所写的 Le Mean Machine 中文翻译就是迷因 简单的两个字 感谢你的收听 明天统一时间 我们再会